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各位观众朋友 假日愉快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浅秋 首先介绍到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张有华 资深媒体人有华哥 浅秋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浅秋好 大家午安 我们想介绍最近减肥成功的 没有 一直都很瘦的游淑慧 是 他以为想说不对 我也春起大哥 没有胖过好不好 我们的公寓人是郑春起 今天在讨论这些相关话题的时候 第一个都在想 刚刚就在讨论说 为什么生育率跟林静怡 一定有关系呢 她是妇产科要接生 可是妇产科负责的事情 当然很多 可是今天总统居然公开的 用一个公开的谈话 来宣布她是什么 宣布说她可以提升 中二选区的生育率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蔡英文总统 最近的发文都常常怪怪的 怎么说呢 比方说她昨天的演出 在发文说 12月18号的四项公投即将到了 时间真的是进入倒数了 请大家特别密切注意 所以她要要求大家投下四个不同意 不同意谁呢 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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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都是国民党 不同意国民党 不管是哪一个题目 内容不重要 框起来都是国民党 可是底下相隔了五小时之后 她又要好像很客观很中立 当国家元首的高度来说 要告诉大家 这次的公投不是政党之争 也不是路线之争 是要为国家的未来整体利益 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底下就很多留言 就有点精神错乱 你不是前一篇才说 一直提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现在又说不是政党之争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蔡英文的本意呢 那么上一篇写了一大堆拒绝国民党 现在五小时说不是政党之争 不是就是拉国民党垫背 民调比较好 成绩比较好吗 那么我们再看看 刚刚我们一开始开场就聊到的 为什么生育率跟林静怡 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可以让总统拿来当作宣传的口吻 她说如果当选立委的话 相信中二选区的生育率 一定会大大的提高 所以蔡英文把林静怡当 助身娘娘妈来听听她这段谈话 我要再拜托大家一件事情 奇怪 我还没有开始讲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哪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给静怡 最大的温暖 最大的鼓励 让她能够取得这一次选举的胜利 我觉得你们好像对选举比较有兴趣 而且林静怡如果当选中二选区的立委 我相信中二选区的生育率 一定会大大的提高 那台中的生育率就靠你们两位了 我真的站到富山口医师的立委 最好是晚上十点之后就限电 反正大家早点下班早点回家 十点之后不要看电视 早点去睡也不要开电话 这样一方面解决能源问题 二方面解决扫子女化问题 家人愉快对不对 听了他们谈话都觉得 大家笑一笑就好 可是真的蛮好笑 不过他是身为我们国家元首 只要不看稿 就容易讲这些奇奇怪怪的话吗 有没有符合常识呢 当然钥匙林志峰立刻都讲说 这种谈话 他也不知道总统的根据在哪 甚至喊着台下说林静怡跟他的老师 只有说你们就可以促进声誉 大家都有点害怕 这是什么意思 没人听到就可能有不当的联想 可是总统讲出来的话 所以总统在呼应失点以后 限电要解决 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所以什么样的党主席 就有什么样的候选人 当然就是现在网路上 一片的这样的讲法 就觉得很笑亏 一天到晚讲这种笑话 可是其实对我们当事人 相关的人来讲 就觉得好像不太好笑 我们是人民 只会拿总统被拿这些 拿来当笑话的时候 我们国家真正的政策到底在哪里 温柔而坚定的心中耳 当专访里面提到 三阶公投过关的时候 林静怡说 蔡英文家 你家都会停电 如果三阶公投过关的话 那不是刚好可以拿来 像她自己讲的 要做试电以后 欠电就去生小孩了吗 所以停电 是你的意思说 就这样刚刚好吗 国安单位会让蔡英文家里停电吗 这也是一个笑话 至于把凡莱猪说成美猪 所以被告 当然这是广告上刻意要做误导的 林静怡在讲不要玩文字游戏 她说人家一年开放萊猪都吃不死 拜托好不好 你有帮帮忙 人家一年是九成穆斯林 都没在吃鸡肉好不好 那他们唬烂大家的时候 用这种形容词跟说法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提笑皆非 所以假日听一听笑一笑 那林静怡抢完记者 记者他指着记者问说 你到底是在问问题 还是在发表意见 然后不让人家问问题 问什么问题他还挑选 结果隔天开始怨抱怨什么呢 公所行政不中立 想要温柔而坚定 但是实在看不到太多温柔的影子 因为动不动就要来呛人家 因为在杀戮去公所的一场活动 为了行政中立 只要穿竞选背心的人 都不可以入场 林静怡就不公平 闹什么言宽恒可以 他说他是以其他的民间身份 一个理事长的身份进去 而且他身上完全没有竞选的旗帜 背心或党徽旗帜 但是他骂完这些之后 我们看看民党自己 什么时候行政中立过 包括了他到郑文燦这场子 去帮忙看藻礁 或者去帮林场所 避免他被罢免 每一个青山 什么青山宫这些场子里面 每一个政务官 文官 不是也通通没有什么 所谓的行政中立在那里 大家的帮自己做政策宣传 这个时候又讲什么行政中立 我刚刚看了那个现场画面 忍不住就笑不出来 这是难以自信说我们的总统 在那样的场合讲那样的话 我也不晓得下面那些人 坐在那边听 到底什么感觉 你们没有觉得被智商侮辱的 那种不好受的感觉吗 尤其他那个语音实在是很暧昧 说林静怡可以促进生育率 还叫他的老师在场 说他们两个要多努力 怎么有个努力法呢 真的我是不好做太多的联想 下面的人我相信大家 一定是尴尬的钥匙 一个总统在那个公开的场合 讲那个完全不合逻辑 他是副展科 听说有接生不少小孩 你很会接生 你难道很会催生吗 你还会怎么样帮大家做没人吗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连在一起呢 那除非你就公开讲 他如果当选立委 他上次执行李英元那个政策 我总统一定实行 台中这个中俄选区 晚上10点一定给你们停电 让你们大家都很好吃 你也不敢讲 你在这种场合为了选举 为了帮他造势 无所不用其极都语无伦次 我们最近不是那几个 什么新三宝四害那个 讲的那都是干话 我不好讲难听 总统是讲干话 大家在比赛讲比较难听 真是很难听 真是很乱讲 伤了我们的智商 我那个讲话不是那个意思 说我没说 我还稍微我没说就是这个意思 真的总统说稍微 那重点是你重大政策不讲 你今天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 为什么会讲 为什么会这样讲 那很清楚 林静怡没有什么东西还可以提出来 你如果今天林静怡有很多可称赞之处 我地方的政策正前 你怎么说这个 我小时候去敏南话 我妈跟我说 没话说的正北流 我听不懂 她说没有什么话题说 我家那个榕树 那个树流长多大这样 就是反正是找一个东西来塘塞 但是无话可讲 林静怡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政绩 可以对乡亲推荐 那就因为她有个副产科身份 然后硬是联想到跟生育力的 这个增加有关 那不是更反过来衬托 林静怡实在是乏善可乘 如果可以讲下去了 就是比如说九次的 该出席的这个审查会议 八次没有出席 然后上次当总统发言的时候 话乱讲 讲到自己都被迫自己要辞职 像这些东西都不堪检验 他又不是没有当过立委 他上次不太费力 就当了不分区立委 有什么精彩的争计可以拿出来 你今天如果是个新人 那你还没话讲 你是担任过几个要职 结果你在那边讲说 他如果当选之后 可以增进中和地区的 谁与力 这真的是伤到大家的智商 问题是 重点是 他话可以乱讲 场面是他的 没错 他可以掌握这个场面 就是因为他有国家资源 就因为他公私不分 他动用所谓的行政各种各样的力量 去为一个选举造势 然后假装好像在谈公共政策 跟促进生育政策有关 可以这样乱联 乱想 乱扯 那你林静怡还好坐在那边 我相信林静怡自己坐在那边 搞不好都一头五水说 你到底总统是在说什么 我到底要如何努力 我还不晓得他那个老师 听了是什么感觉 你今天坐在那边是什么意思 你们怎么样帮忙 你们是家户去宣导吗 还是帮忙做红娘 说真的 我听得实在是说 表面上一方面好 一方面比较说 梗怎么可以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这个国家一个总统之尊 到一个不应该去的一个 这么小一个场合 讲那个不三不四的话 实在是丢人现人 我可以感觉到的就是 包括林静怡跟蔡英文总统之间 关系有多好 每一个都是总统清点的 你看他两个人在台上台下 互动的时候 那个眼神 动作 那个呼应 也难怪是小英只要点名到的 他喜欢的地方就有他 这个他爱将的存在 所以林静怡也没在乎 那其他那个气氛跟场合 感觉起来是台湾人站起来 那个气氛 这要选总统大选的规格 淑慧怎么看 因为我一直想到的是鸭蛋事件 在高雄去站个台 讲到一个鸭蛋就被骂到 你民间习俗什么时候 没有尝试 可是谢谢总统 对 不过我觉得蔡英文 你以后还是读稿好了 之前大家都一直骂她说 身为一个总统 连一段简单的话 你都不会讲 你都要读稿吗 现在我终于知道 她为什么需要读稿了 你看她刚刚那一段话 显然是没有读稿的 所以就有讲错话 就乱讲话 我真的真的怀疑 你是贾博士了 这跟 第一个 她到底知不知道 她自己当总统 这五年里面 台湾的出生人口 从21万 掉到今年要保15万 刚好一年少一万 我没有吹牛 大家可以去看 她的出生一年少一万 这里面五年里面 林静怡当了四年的 不分区立委 你们到底是住生娘娘 还是不生娘娘 对不对 我都很怀疑 林静怡有没有生小孩 我不知道 可是我们确定蔡英文没有 所以你一天到晚 叫人家吹声吹声吹声 OK 那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台湾的年轻妈妈敢生 我可不可以说是 民进党执政以后 大家对于现状跟未来 都感到害怕 所以不敢生 一定是这样 当妈妈不生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现在很难过 我觉得未来也很败过 很疼痛 所以我不要生 我不要让小孩子受苦 不就是这样吗 社会资源系统 对啊 我不让我自己受苦 我不让小孩子受苦 社会安全网都还没有补完 你叫人家生什么生呢 林静怡更好叫 说什么印尼开放萊豬 也没有吃死人 第一个印尼是回教国家 不好意思 除了一个巴厘岛是佛教以外 其他回教是不吃猪肉的 那巴厘岛是佛教的 那第二个是 很多登山客遇到山难的时候 喝自己的尿 也死不了人 那你要喝吗 那林静怡你要喝吗 吃不死人的东西 你都要吃吗 所以我觉得 当一个政治人物 真的不是这样 尤其是选举的时候 这一次的公投 我们看到最可悲的就是 整个政府机关集体在说谎 而且是集体在脸宵围 苏森超在立法院讲的那一句话 我觉得刚好符合 刚刚台上的那些人 没更小 我知道说不要脸NCC说我们不能讲 但是院长的金口叫做没更小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但是我的感受就是这样 我觉得大家都是读过书的人 你们是身为总统 身为立法委员 然后这样子在讲这种插话 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这个要代号一下 不然我先缓急 所以我们感觉到是不是 像春奇哥讲我觉得很有道理 是不是要讲到这个候选人的特质 比方他最为国家做了什么贡献 在立法院帮忙通过了什么法案 帮人民把关了什么权益 讲不出来 所以只好讲说可以帮忙生育 然后还拿神明来垫背 前天讲是住生年来讲 讲他是马祖等等 这些每一个现场能够讲出来的 是这些话是总统所能代表 推荐这个候选人的优点 感受怎么样 那我先讲蔡英文好了 蔡英文是把三个重要的问题 全部都放在了林静怡身上 第一个能源的问题 就是晚上限电 我们的能源需求就没那么高 那第二个就是负产 就是生产的问题 那生产他讲到礼貌盛跟林静怡 我怀疑他们能不能生育 我还怀疑 然后第三个我们就讲到了 少子话是国安问题 那这一些蔡英文毫无逻辑的 把它弄在一起 各位听得懂吗 他到底讲话 那讲的是什么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讲什么 萧伟了 就是民进党爱讲的话 就是说在这个场子 我反而注意到两点 各位或许对民进党 生态不太理解 我就讲到李茂盛 李茂盛是可以决定 台中市长的人选 在民进党 你台中市长 未来的人选究竟那是谁 那这一次林静怡出来 就是李茂盛推荐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这些师徒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比较感到恐惧的 除了蔡英文的那些话以外 各位要发现一点 你民进党现在慢慢进行了 所谓的近亲繁殖 那所谓的近亲繁殖 提来提去都是提自己的人 政策可以不用讲 只要哪一个男友背景 他就是候选人 那你说林静怡讲了多少话 我们讲他对于所谓的印尼的 对不起 林静怡应该道歉 你要向穆斯林国家道歉 那个是人家的风俗 人家的传统 你应该尊重 那你怎么可以说穆斯林吃莱猪 对 好像把那个栽赃 栽到人家头上 第一个栽赃嫁祸 第二个你不尊重穆斯林的国家 对 那第三个信仰传统通通被你摧毁 那像这种人能够干立委吗 现在我再把话给拉了回来 就是说林静怡她是一直讲说 她接生多少 接生多少 她还有很多话 我们是不好引述 她骂那个鲁蛇的时候 那一句话就非常难听 是你父母亲没有怎么样 生你这只鲁蛇等等 就是说林静怡我必须承认 她有爆发力 但是她的爆发力 不是呈口舌之争 是骂人的爆发力吗 她是骂人 讲话尖酸刻薄 这个是林静怡的个性 她说讲统一的问题 这些人应该就跟过去一样 用判断犯把他给抓起来 就是叛国等等这些 这些话讲了那么多 这些都是民进党群众 他爱听的话 但是话现在拉了回来 中二选区对不起 中二选区 我曾经到彪哥那边去过 我知道他们的结构 其实他们的结构 是非常平均 现在林静怡还有蔡英文 他们讲的这些话 是吸引年轻人 因为能够决定胜负的 既不在国民党 那也不在民进党 而是在于这一些 所谓的青年选票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 蔡英文可以乱讲话 苏贞昌可以乱讲话 林静怡可以乱讲话 他们讲来讲去 是给同温层听的 而不是讲给选民听的 所以各位以后去投票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喜欢同温层 你就投同温层 你喜欢政策 你就投政策 不要听民进党这一些 乱七八糟的话 因为他们眼中 只有政权保卫在 我再说一次 政权保卫在 他现在把四个公投加上 这个浮选当作一个政权保卫战 这个就是蔡英文的德性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这样 第一个近亲繁殖 第二个又要限电 能源政策 那你第三个又要政权保卫战 这个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个疫情未来即将爆发的时候 你蔡英文还在练这种销围 那你说这个票你投得下去吗 静清繁殖就会伸出七十两个 我刚刚是以为是房东跟房客的事情 其实蔡英文那个脸书是 大家一定要非常读 不要讲说把萊豬 故意讲成美豬 你吃个公投里面国民党两个 黄世修比较偏难 你勉强要乱扯还可以 藻礁公投 那个带头的是谁 潘总是绿的不行 他那个意思是说 那些都已经变成国民党了 他是说潘老师已经变成国民党了 这么坏到这种地步 你可以这样子就直接老让 说四个都是国民党 国民党支持 对于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是个人的政见看法不一样 你今天是潘总正老师 跟很多环保团联系 他们都是你们过去的 最亲密战友 而且是大家有目共睹 用理念结合的当年 你竟然可以公然这样 就在白纸黑纸这样弄 你看那个心有多 那心话很像的 很毒的 你说你潘总正你这不听话 跟你选路 不但他们一种把你打成 中共同路人就征召 另外就把你打成国民党 用蓝绿来对决 不讲道理 不要听政策 不用编论 因为编论下去 内容也不重要 不告诉你 是 他说下去 讲是非 他们讲不赢 帽子一戴 这么糟糕 还当总统 你台湾沦落到这种地步 被你这种领导 我为什么看得很生气 潘总正 潘老师你们这些应该出来 什么叫做 谁可以这样讲 叫总统 要道歉 脸书要收回去 怎么样你总统之尊 你要怎么弄怎么弄 今天有人在脸书上乱写 他会被围剿 如果你这个像样的1450 今天就要去围剿 总统的脸书 因为他这个乱讲 你要逼得他道歉 说真的 我一看 我说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完全不要脸皮 太丢脸了 是啊 可是他公然的 有说谎的嫌疑 而且前后还自己的文章矛盾 但民众看到了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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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